敬业娱乐业,作者,梁启超,梁启超,1873年2月23日到1929年1月19日,自酌如,红油,任府,别号任公,引兵是主人,广东省新会县朝居都查坑乡人,人称梁新会,我这题目,是把礼记里头,敬业要群,汉老子里头, 安齐居,乐齐业,那两句话,断章取义造出来,我所说是否与礼记,老子原意相合,不必申求,但我却信,敬业乐业,四个字,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,本题主演,自然是在,敬,自,乐,自,但必先有业,才有可敬,可乐的主体,理智一鸣,所以在讲演正文以前, 先要说说有业之必要,孔子说,宝石终日,无所用心,难以灾,又说,群居终日,言不极意,好行小会,难以灾,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,他心目中没有什么人不可教诲, 独独对这两种人便摇头叹气说道,难,难,可见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药可医,唯有无业游民,虽大圣人碰着他,也没有办法,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禅师,他常常用一句格言教训弟子,说道,一日不做事,一日不吃饭,他每日除上唐说法之外,还要自己扫地,擦桌子,洗衣服,直到八十岁,日日如此, 有一回,他的门生想替他服务,把他本日应做得恭巧巧的都做了,这位言信相顾的老禅师,老实不客气,那一天便绝对的不肯吃饭,我争引如门,佛门这两段话,不外证明人人都要有正当职业,人人都要不断地劳作,倘若有人问我,百行什么为先,万恶什么为首, 我便一点不迟疑达到,百行业为先,万恶懒为首,没有职业的懒人,简直是社会上注米虫,简直是,掠夺别人勤劳结果,的盗贼,我们对于这种人,是要彻底讨伐,万不能容设的,有人说,我并不是不想找职业,无奈找不出来,我说,职业难找, 原是现代全世界普通现象,我也承认,这种现象应该如何救济,别是一个问题,今日不必讨论,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,找职业的机会,依然比别国多得多,一个精力充满的壮年人,倘若不安心夺揽, 我敢相信他一定能得相当职业,今日所讲,专为现在有职业及现在正做职业上预备的人,学生,说法,告诉他们对于自己现有的职业才何种态度, 第一要敬业,敬,自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,直截的法门,可惜被后来有些人说得太经纬,道变了不是实用了,唯有诸子解的最好,他说,主义无事便是敬,用现在的话讲,凡做一件事,便忠于一件事,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,一点不旁骛,便是敬, 业有什么可敬呢?为什么该敬呢?人类一方面为生活而劳动,一方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,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,自然该个人因自己的地位和财力,认定一件事去做,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,其性质都是可敬,当大总统是一件事,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, 事的名称,从俗人眼里看来,有高下,事的性质,从学理上解剖起来,并没有高下,只要当大总统的人,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,实实在在在把总统当做一件正经事来做, 拉黄包车的人,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,实实在在把拉车当做一件正经事来做,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, 这叫做职业的神圣,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,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,为其如此,所以我们对于各种职业,没有什么分别简择,总之,人生在世,是要天天劳作的,劳作便是功德,不劳作便是罪恶, 至于我该做那一种劳作呢,全看我的才能何如,净地何如,因自己的才能,净地,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,便是天地兼地一等人,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,唯一的秘诀就是忠实,忠实从心理上发出来的便是净,庄子寄居楼障人成条的故事,说道, 虽天地之大,万物之多,而为无条一之之,凡做一件事,便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,无论别的什么好处,到底不肯牺牲我现做的事来和他交换,我信得过我当木匠的做成一张好桌子,和你们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同一价值, 我信得过我当挑愤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,和你们当军人的打胜一只压境的敌军同一价值,大家同事替社会做事,你不必羡慕我,我不必羡慕你,怕的是我这件事做得不妥当,便对不起这一天里头所吃的饭, 所以我做这事的时候,丝毫不肯分心到事外,曾文正说,做这山,望那山,一事无成,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尽,从学理方面说,便是亵渎职业之神圣,从事实方面说,一定把事情做糟了,结果自己害自己, 所以敬业主义,于人生最为必要,又于人生最为有利,庄子尚说,用智不分,乃宁于神,孔子说,素其位而行,不愿忽其外,所说的敬业,不外这些道理,第二要乐业,做工好苦呀,这种叹气的声音,无论何人都会常在口边流露出来, 但我要问他,做工苦,难道不做工就不苦吗? 今日大热天气,我在这里喊破喉咙来讲,诸君扯着耳朵来听,有些人看着我们好苦,翻过来,倘若我们去赌钱,去吃酒,还不是一样逃神,费力,难道又不苦? 须知苦乐全在主观的心,不在客观的是,人生从出胎的那一秒钟起到崛起的那一秒钟止,除了睡觉以外,总不能把四肢,五官都割起不用,只要一用,不是逃神,便是费力,劳苦总是免不掉的,会打算盘的人,只有从劳苦中找出快乐来, 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,莫过于无业游民,终日闲游浪荡,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摆在那里才好,他们的日子真难过,第二等苦人,便是厌恶自己本业的人, 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,却满肚子里不愿意做,不愿意做逃得了吗?到底不能?结果还是皱着眉头,哭丧着脸去做,这不是专门自己替自己开玩笑吗? 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,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,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,趣味自然会发生,为什么呢? 第一,因为凡一件职业,总有许多层类,曲折,躺能深入其中,看它变化,进展的状态,最为亲切有味。 第二,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,离不了奋斗,一步一步地奋斗前去,从刻苦中将快乐的分量加增。 第三,职业性质,常常要和同业的人比较偏近,好像赛球一般,因尽圣而的快感。 第四,专心做一职业时,把许多胡思,妄想杜绝了,省却无限嫌烦闷。 孔子说,知知者不如好知者,好知者不如乐知者,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,生活才有价值。 孔子自述生平,说道,其为人也,发愤妄时,乐意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云尔,这种生活,真算得人类理想的生活了。 我生平受用的有两句话,一是,责任心,二是,趣味,我自己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时现与调和,又常常把这两句话向我的朋友强刮不设。 今天所讲,敬业即是责任心,乐业即是趣味,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应该如此,我望诸君和我一同受用。 感谢观看